我們要去侯安山 侯安山是跟平地不太一樣的 基本上會很冷 所以它是爬山的活動 所以它會有的不汗 建議大家衣服要穿三種 褲子也是一樣 最重要是三種穿法 第一個穿法就是裡面內衣 裡面內衣的話不要穿棉的 一定要穿海漢的衣服 基本上這樣可以比較安全 因此衣服撕掉之後 它只要甩一甩之後還有保暖的效果 所以就是海漢衣服 就是裡面這一件 那第二層的穿法是保暖衣服 基本上夾克啊 如果泰額之類的東西都可以 因為保暖的 第三層的話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 封衣 要組合封的 一般的封衣 或者是雨衣下雨的時候 所以這兩種你都可以戴著 雨衣 那雨衣的話 比較重要的就是 要穿兩節式的 戴號的 雨衣 好這個拉力拉起來了 有雨褲 那褲子也是一樣 褲子盡量穿兩種 爬褲子跟一般泰家褲子 那這樣OK吧 穿準的地板 那我們把這些介紹一下 就是頭關山你要去的 頭關山要做哪些動作 因為我們要去三天兩夜 那第一個就是 你可能要準備包包 大一點的包包 但是部位行李箱也OK啦 但是比較不介意 大一點的包包 可以用背包式的 沒有背包式的也就算了 那你就一般帶你的包包 把東西所有的東西都塞進去 好 這包包有兩種 第一個是這個 那你要去爬山對不對 所以你要帶一個雙牽包包 把你 應該說我們要過夜的東西 放在大包包裡面 你要準備一個小夜的包包 要去路 應該說爬山的時候 帶你要帶著吃的東西 保暖的衣服 雨衣庫就要放在裡面 因為你不知道哪時候會下雨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那當然啊 如果有一點的話就是 因為你去爬山的時候 你沒辦法在 就是在遮雨裡面下面 所以如果有包包的套子 或者是裝一個塑膠袋 把你這些 比較用不帶的 一些特別的裝備 放在裡面 就像老師說準備一個就是 個人的一些小東西 可能是個人藥物 或者是個人的醫藥 或者是個人的小東西 你可以把它準備在一個袋子裡面 你可以把它準備在一個袋子裡面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衣服的都結束了 因為你可能要洗澡 所以你要準備 浴巾內的東西 那 個人對身的東西刷牙都一定要帶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你要準備 衣服 你可能會去三天堆 你要準備好幾套的衣服 幾套衣服去過去 然後還有就是 可能要準備巫衣袋 穿過衣服 特別分開 這樣OK嗎 那我們在山上有種保暖 跟山下不太一樣 大太陽的時候 最好有一個 最後要帽 可是因為山上比較冷 所以你要有保暖的帽子 這個帽子 要厚一點的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沒有動 你如果有保暖的毛帽 就讓你比較不會頭痛 OK嗎 另外一個 因為高山比較高 所以襪子你要準備一套 睡覺的時候要放在睡袋裡面 OK嗎 這個是睡袋 睡袋要帶好一點點的 不要你家人服三百塊 那個一定不夠 可以啦 那個袋袋可以他帶給你 好 另外 你要穿著 你不可能只有穿到一些鞋子 就對了 那你可能準備一下在營地 或者比較輕鬆的 像拖鞋之類的東西 好 那你爬山最好是穿高種的登山鞋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那你至少要穿適當的鞋子 好 那當然水壺啊 餐具啊 是一定要帶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準備一個登山帳 不會讓你在山上行走更方便 那因為合彎山是一個爬山的活動 那尾度比較高 應該說高度比較高 所以比較冷 要切換注意 就是你的東西要準備 OK